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桂花乌龙以及直香绿茶 茶叶月色它的融化速度是最快的 喝起来入口最舒服 几乎没有色感 茶的香气也非常的自然 不过最好是用冰水来冲泡它 用热水或者用常温水来冲泡它的话 味道要差很多 色味就很明显 就是在口腔的舌根的后边 茶叶月色这款它不是属于纯茶 它是调配的茶 所以说它里边加了一些食用的香精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种加了香精的茶 不过我通过销量也能看出 大家其实还是能接受这种加香精的调配茶的 看来只要是好喝 它是否是原茶或者调配茶 有没有加香精已经不重要了 好 三顿半 三顿半它的融化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它喝起来是比较自然的味道 不是这种调味茶 它有路易波士 路易波士的整体喝起来很舒服 如果你们喝过路易波士的那种大包的那种茶叶的那种茶 你再对比一下这个味道 其实它还原的味道还是在线的 这玩意儿我一喝就犯困 就是千万别在上班的时候喝 就是晚上喝入眠会比较合适 那另外呢还有大红袍 那单喝不怎么助才 味道其实挺重的 我觉得就适合加奶 做成奶茶会好一些 那日式杯茶喝起来味道很自然 还原的味道也不错 那我感觉三顿半作为一个咖啡品牌 你把茶做的反倒比咖啡还好一些 那三顿半的金融咖啡的味道 对比茶的话还是拉胯了一些的 那希望咖啡研发部门的同事 你们加油 虽然说你们也联系过我好多次要合作推广的 我都给委婉拒绝掉了 因为我们对咖啡推广的选择还是很深重的 就是因为我们要对观众负责 小伙伴们这里要一波点赞不过分吧 好接下来这个TNO 这个茶化妆蛋的包装 一看就知道是针对女性的茶品牌 这几款我买的都是原茶 没有买他们的调味茶 它这几款从融化速度上来说 是这几个品牌中最慢的 喝起来没有任何的甜味 都是茶的原本的味道 这种茶就是它适合喜欢喝原液茶的小伙伴 其中乌龙茶它色感比较明显 口味一般般 这三款中我最喜欢的是茉莉花茶 喝起来就很顺口 香气也很清新 玫瑰红茶喝起来我觉得感觉平平 没啥缺点但也不经验 七日原液的葡萄乌龙 这个它也是属于调配茶 也是加了香精 茶的融化速度跟茶暗月色的融化速度差不多都比较快 喝起来它葡萄的味道还是比较自然的 但是它茶的色味很明显 特别是你就是喝完小会儿了之后 那回到这个手根上的那种色感 它就比较重 这边这个是入序 那这个造型啊 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感觉还是有点东西的 但是用起来这个茶的这个碗盖啊 就太紧了 不是特别好打开 用这个茶碗这个盖子撬一下 它才好打开 那茶粉的融化速度也是相对比较慢 那喝起来呢它茶的香气不错 但是在嘴里边有一点奇怪的味道 好似这种塑料感的味道 那白桃冰凉 色的一皮 就是舌头都喝麻了 连续喝几口的话呀 感觉这个舌根都射不鸟 然后小珊瑚呢 就是茶香感还不错 喝起来比较顺 那这个口味还是很不错的 那烟韵乌木色感很明显 也是有一点点这个塑料感的这个不太自然的味道 那茉莉丘露这款呢 它喝起来比较清新一些 那但这个品牌的茶啊 就是整体喝起来感觉好像还原的不是很自然 那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 希望对想要尝试集中茶的小伙伴有所帮助 看到最后的小伙伴啊 一定要给我点个免费的赞 收个免费的藏 转个免费的发 咖啡是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好像不对啊 T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discussion 所以 when 平安 椅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